善依纯真是唱啥火啥 新歌纯妹妹上线即爆红 短短几天播放已破十亿 十大神级现场带你了解 善依纯的实力有多恐怖 第一首纯妹妹 善依纯TMVA音乐盛典现场版首唱 不过三分钟的唱跳表演 气息稳定转音优越 第二首永不失联的爱 十八岁少女善依纯好声音舞台出秀 一个人撑起那一记好声音的热度 这绝对是翻唱中最好听的版本 你给我这一辈子都不像是连带 你的每条信息都是心跳节拍 每秒都想有你入怀 全是你最可爱 第三首爱的回归线 善依纯的乐感和音准无语伦比堪称一绝 翻唱爱的回归线一开口 瞬间梦回爱情公寓 简直就是原唱杀手 在爱的回归线 有期待会相见 天飞清醒灰满 阳光在手指尖 童话几起一双眼 在某天在一次一见 我们的恋意如从前 每一遍 第四首想你识风起 善依纯轻情演唱想你识风起 一开口简直就是情歌添花吧 闭上眼睛好好感受吧 第五首一直很安静 听善依纯唱歌简直就是一种享受 翻唱一直很安静 歌声中透露着淡淡的哀愁和感伤 天类一般丝滑地转音一开口 梦回先见 给你的爱一直很安静 来交换你偶尔给的关系 明明是三个人的天意 我却始终不能有心灵 第六首如愿 在山东春晚舞台 善依纯一首如愿丝毫不输原唱 清澈的嗓音唱出了岁月的厚重 满满的故事感真的太好听了 我将梦里做梦的团圆 愿你所愿的永远 走你走走的长路 这样的爱丽业 我也将见你未见的时间 写你未见的时间 天灭于爱心中的念 你留在我身边 第七首给电影人的情书 中国好声音的舞台 善依纯一首给电影人的情书 恰到好处的哽咽 赋予了浓烈的情感 不愧是好声音最年轻的冠军 何悲何悲何悲何必去愁与苦何必小马恨与爱 人间不愧是好声音最年轻的冠军 第八首不值得 真的被单依纯的淳于风狠狠打捏了 一首不值得满足了我所有的幻想 开口便唱出了不屑一顾的感觉 强烈建议恋爱脑循环播放 第九首女儿国 单依纯与刘宇宁翻唱《女儿情》 天籁般的嗓音一出不仅震撼全场 就连刘宇宁也瞬间变透明人 心恋我白转千回 快带我远走高飞 第十首不必在乎我是谁 在天赐舞台 单依纯与胡彦斌深情合唱 一开口征服全场 无限循环也听不够 一丝真的想让自己走 让自己眼里那许多恩怨是非 让丁腾一惊的渴望随风飞 想忘了我是谁 女人若美人爱多可悲 就算是有人听过的歌会流泪 我还是真的期待有人追 何必在乎我是谁 我还是真的摆了我的歌 就是摆有 bardzo转抵的笑话 这就好 很快没有 不能 говорить 你在 phrase 没有 因为 有人怎么欢喜 乖 爱 爱 像一窗 像了一出行 只要好奇 就到了几个喷嚏 乖 爱 爱 天 乖乖 地 乖乖 可爱 可爱 有话就开 乖 乖 爱 乖 快笑起来 沉飞起来 爱 好明媚 美美美美美美美 星雨盘流水 配一堆 情何止 所谓 爱 爱 的爱都不非 对谁有 愚蠢就爱谁 愚蠢就爱谁 愚蠢怎么吹 愚蠢怎么回心 乖 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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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话就开 乖乖 爱 乖乖 爱 爱 吓得起来 哇哦 多可爱 心就快起来 嗯 对对对 天花快爱的乖乖啊 可爱可爱 又花就开 乖乖 累乖乖啊 快笑起来 唱得起来 哇哦 乖可爱 可爱可爱 心就快起来 心就快起来 快笑起来 就快起来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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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在TMEA解锁了 纯妹妹唱跳板 唱跳舞台 恭喜领取荣誉 是属于你的 是的 有请发表感言 谢谢 谢谢 谢谢大家 首先谢谢TMEA 给我的这个荣誉 谢谢我的经纪公司 百慕娱乐 谢谢我的团队的小伙伴们 还有我身边很多优秀的音乐人 朋友们 朋友们 老师们 当然还有我最最爱的唇牛奶们 谢谢你们一直的支持 其实我出道四年了 感觉真的收获了很多 一路上有很多的意外 有很多的惊喜 我真的是一个非常幸运的人 一路上我就觉得 我看着自己的成长 然后我也很开心 看到很多 越来越多的朋友 对音乐的热爱 对音乐的好奇 还有对音乐的思考 我觉得这是一种进步 所以好像我个人的一些成长和收获 好像在行业的进步里面 显得很不值一提 感觉很微不足道 好像没什么了不起的 但是很多时候 我看到我的歌迷朋友们 给我写信 说我的音乐可以陪伴他们 温暖他们 我会觉得那好像一切也真是很了不起 对 真的很谢谢大家 然后希望我们可以一直爱音乐 一直爱这个世界 我们一直唱一直爱 谢谢 谢谢 谢谢单一纯 让我们一起一直唱一直爱 纯纯刚刚说 说她个人的进步是微不足道的 但是我想就是这样 每个人的进步 才组成了我们行业的一大步 所以要谢谢 每一位努力进步的音乐人 也再一次恭喜单一纯 真的是我们心中 美好和青春的代名词 我们还会有无数个四年 四十年都要再见 好 然后想问一下 这次唱跳准备了多久 舞蹈练习了有多久 我应该是半个月前开始准备了吧 半个月前 对 其实也没有练到很辛苦是吗 就是很密集的在这半个月之中 一直在很认真的练 对 比较密集 好 谢谢 谢谢 我们都在 上哪一段呢 我唱歌 唱歌 好不好 天怪怪爱的 乖乖 可爱可爱 有话就开 雨乖 乖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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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乖乖乖 乖乖乖 乖乖乖乖 乖乖乖 好听哦 谢谢 谢谢 有把这个计划起上日程了吗 我也想问 你也想问 我也不知道 我也想问这个问题 那咱们有最 就是最近有最想合作的歌手吗 比安西 哈哈 再说一个呢 比安西有兄弟姐妹之类的 哲珊老师 还有 呃 王源 王阳老师 那你们有闲聊什么吗 闲聊什么 薛老师问我你身份证办了没 身份证这个是什么 所以刚毕业 谁知道谁知道他 为什么突然问身份证呢 是你身份证丢了吗 没有 可能是他觉得我年纪比较小吧 哦 对 好 所以我觉得他已经成为我很好的朋友 对 所以也很 嗯 我也希望有一天可以跟他一起旅行 嗯 还有吗 呃 老板 哈哈哈哈 紧急呼叫 紧急呼叫 嗯 希望有吧 因为我也很想去各个地方跟大家见面的 嗯 希望有 嗯 心情期待吧 嗯 嗯 我没有想尝试一些跨界的身份 什么 就是比如 呃 跨界 歌手 可以是演杂技呀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为什么 哈哈 为什么